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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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欢迎周末来报二看电影!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看的是 三分半钟哭不完的 《万生回家》 俗话说人是人妈妈生的 鸟也是鸟妈妈生的 万生顾名思义当然就是在台湾生的 但并不是所有在台湾生的小朋友 通通都叫做万生 这是一个专门用来指1895到1946 整整50年间 在台湾出生的日本人 就血缘来说他们是尼洪景 就出生地来说他们也是台湾人 因此台湾就像是他们的故乡一样 而自从复杂到不行的身份 让他们在万生回家这部纪录片中 直接把一下是台湾人 一下是日本人傻傻分不清楚 这点发挥的无邪可击啊 而制作这部纪录片的 正是咱们万生后代 台日混血的田中石家小妹妹 她耗尽十多年青春小鸟 向持家都的三明治一去不复返的岁月 拜访了两百多位老老万生 更一滴一滴的将万生们风吹 日晒雨林的回忆 收进这部万生回万家的 万生回家礼 1895年日本拎着马关条约 开始在台湾进行一连串的治理工作 其中三多地少人好挤的日本 多了台湾这颗番薯以后 Day and Night想把台湾变成移民天堂 因此开始EPP的主导移民进入 比较没有开发的花莲台东地区 早期的移民 政府先说服民间好野人 赫田金三郎先生来东部开墾 没想到一来到这里 发现台湾高手满天飞 头撸满地爬 跟当地原住民没完没了的冲突不断 因此有钱有势的三郎大爷 马上润赔杀叔退场哭哭 政府也只好自己扛 取代民营移民的观营移民 才就此在东部开幕剪彩 而早期移民过来的日本人 也不是要移就给你移来移去 要事先提出申请 要行为公粮问减让 要身体健康有一定存款 甚至还要卖掉原本在日本的房子土地 带着所有家当和家人 才有可能移民到台湾 而这种硬生生断了所有后路的移民条件 简直是要有破釜 承受不怕放浪的坚韧性力素质 才能够来台湾开墾啊 但来台湾开墾 当然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 有的人来到台湾 看到衣服什么都没有 根本是当个创世神地图 重开的新世界 直接就掉头回日本 有的人虽然毅然决然 卷起袖子准备绑上甘巴的头巾开墾 却连头巾都还没绑好 就被各种莫名其妙 传来传去的传染病病倒 莫名其妙飞来飞救的原住民出草 莫名其妙宅被很忙的 整个人宅被回日本啦 而再幸运一点的朋友 好不容易从黑暗时代升级成移民天堂 却因为一个莫名其妙吹来吹去的台风 把整个村庄移为平地 一切归零 在各种天灾人祸 天不时地不利的情况下 副本刷了好几次的移民们 终于刷出了第一个移民村 吉野村 也就是现在花莲下的吉安乡 而经历风雨摧残依然屹立不摇的吉野村 成了台湾最顶呱呱的模范生 当时在全日本除了首都东京以外 吉野村是第二个拥有冲水马通设施的地方 这里的人们简直是在时尚的最尖端 成为在剑尖上跳舞和上厕所的人 一般的引领潮流啊 而吉野村的成功也扩展出了 丰田村和林田村的计划 也就是今天的兽风乡和凤林镇 也刚好是我的老家 或许是因为早期开垦没班娘前的移民本色 减薪的使这些在东部长大的湾生 比起台湾其他地方出城的湾生 对这边徒弟有更深的认同与眷恋 已经逐渐形成了移民天堂 大家努力地将台湾视为自己的故乡 认为要世世代代传下去的时候 突然就因为1945年日本战败 直接要被送回一辈子都没有见过的日本本岛 当时有40多万的载台 日本人被迫减返回日本 其中有大约20万申请留在台湾 但新的统治者上眼里容不下一例杀一般 容不下曾经是敌国子民的湾生们 全速遣返回国 他们也被规定只能带着简单的行囊 与1000元现金离开 留下所有财产 所有亲朋好友 所有努力的一切 以及所有与这块土地的关系 回到陌生的新家乡 日焚 虽然是日本人回日本国 但家永远是你的避风港这句话 在湾生身上却是永远看不见 这些回到日本的湾生 因为不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 一点都不受到日本国内的欢迎 抵达日本以后 除了被当成犯人对待 还被政府视为带有 台湾传染病的温神一般 被隔离到山区 没有不住没有规划 湾生像是被遗弃的人们一样 默默地阴伸在 没有人注意的历史洪流里 几十年轻轻地走了 湾生再次轻轻地向世界 宣告他们对台湾这个故乡的思念 跟着他让湾生回家这部纪录片 如此真实又打动人心 影片处处都在齐齐的 住在番薯岛上的我们 台湾好美 无论山无论水 无论西瓜甜不甜都好美好美 因此我们更应该珍惜 台湾这颗福尔摩杀 更应该避免太多的来不及发现 已经失去了重要的东西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有想过这个吗? 没有 因为你只有想到 所以我们也不妨想想 将台湾视为故乡的湾生 能不能称自己是台湾人呢? 又究竟要有什么样的条件 才能称得上是台湾人呢? 我是凌晨布奇 我们电影院见啰 拜拜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